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豬 今天呢我要拍的是介紹自製的鼻桶 那就是這個 那它這個是用冰棒棍做的 那鼻桶這個部分裡面有一個 我們寶特瓶被切開的樣子 然後它的裝飾 有些是髮飾 因為髮飾用完它的繩子鬆掉了 就可以拿來貼 像這個跟這個也都是 然後有些是我的朋友 送給我拿來當裝飾的 有些是亮片有些是亮粉 因為這個是和很多朋友一起做的 所以一些裝飾品會一起借用 那這個繩子就是拿來掛這個的 那這都是用冰棒棍做的 因為現在外面有賣一包一包的冰棒棍 所以大家想要做也可以自己嘗試 亮片 那這個美人魚它上面的蝴蝶結 是我用別的裝飾貼上去的 它原本沒有喔 那這個美人魚它是魔鬼山 可以看到這裡面 是魔鬼山喔 那這個做法還蠻簡單的 簡單說明一下 像這一塊 它就是兩根一張卡 兩根兩根 都兩根這樣做成方形的 那要黏整齊才不會偏掉 那因為之前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有點不老 就是有點歪歪的 那這個要比較細心 因為你要貼在寶特瓶上 它是滑的 那它滑的 要黏上去比較複雜 黏在寶特瓶上很容易會鬆掉 所以要有細心 那大家可以看到旁邊有一朵花 那這個花原本我是做乾燥花 但是 因為 好像沒有弄得很好 所以 還是有點 黃黃的 大家也可以自製乾燥花 那個乾燥花 要用 送烏鴉著 大家建議不要用書本 不然你的書本可能就會髒掉 那這個做法還蠻簡單的 只是需要許多時間慢慢的把它黏起來 大家也可以自己嘗試 那如果有成功的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給大家看 那其實我主要就是亮片跟亮粉 那我會做這個是因為我覺得很好玩 它可以這樣剝 那 這裡面就是 插筆尺之類的 然後這一格就是 可以 放橡皮擦 或者是一些小東西 那大家如果有時間 其實也可以把冰彎棍採顏色 那這樣就 變得更漂亮 那我是 就簡單的 給大家整個看過 好 那今天的介紹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點一個喜歡 想持續追蹤的話 記得訂閱我喔 那也可以把這部影片分享給 你們的朋友看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那如果大家有 想要我拍的主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會去看喔